大新店有限电视8号举办银向阳光活动 出了捐赠百米给时定老人会 帮助时定的独居老人以及贫困家庭 另外总经理王先生还带着公司主管与同仁们 和志工们一起包水饺 中午并与时定的银法长辈们一起共餐 场面相当的温馨 一向相当关心银法长辈的大新店有限电视 10月8号再度举办银向阳光银法共餐 即无资捐赠活动 这次总共捐赠了近千公斤百米给时定老人会 理事长高森曾表示 所有的百米将会发送给时定区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 以及低收入户家庭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而这样的爱心依据也获得了时定区公所肯定 物资签证给我们 我们会送给那个老人家 老人家会很高兴 因为乡下嘛 比较 比较那个 走不出来 所以我们都会去关心他们 希望说能够跟大新店这边来继续来配合 那也希望说大新店这边持续对我们这些 那个弱势的族群还有老人的福利相关的社会议题 给我们多多关心 除了捐赠百米大新店有线电视当天也和时定区老人会共同举办了银法共产活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几位主管特别放下手边工作 来到了时定综合大楼和老人会的志工们一起包水饺 一颗颗白白胖胖的水饺包进了大家的爱心与诚意 看起来特别的美味 而一盘盘热腾腾的水饺 更让志工以及时定当地的长辈们都吃得相当开心 另外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王显生跟和长辈们一起享用水饺 闲话家常 场面相当的温馨 我们还邀请了赌基老人及我们的一些爱心志工一起来共产 那由我们大新店有线电视的主管 那一起包水饺来给我们的这些志工及长者这边来享用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平常比较少机会能够跟一些长者互动 那今天能够来包水饺 平常我就很喜欢包水饺 那我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为了增进这次活动的乐趣 大新店有线电视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只要是吃到包有红萝卜块的水饺 就可以获得200元红包一个 意外的惊喜让老人家及志工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好高兴哦真的好高兴 觉得自己很幸运吗 很幸运真的很幸运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付出与关怀 让实定老人会的志工以及当地的长辈们都感动在心头 而大新店表示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能够起带头的作用 号召更多的企业一起来关心银法与弱势族群 记者声评站门齐实定采访报导 好 好 好